結果看驗的結果 我拿到4月12號 我的影片就被切成兩段 第一段就停留在中午12點39分 第二段的開頭就是12點55分 中間的16分鐘 就是檢察官說出 對 上面只是要起訴高鴻安 一定要起訴我們這些助理的16分鐘 沒有 因為主要是上回高鴻安在準備庭上 有提到我的偵訊過程之中少了16分鐘 那那個16分鐘就是檢察官在詢問我 是否認罪的過程 那那個過程之中其實我跟律師還有檢察官 都還在討論 那那個過程我不知道為什麼檢察官 他會直接說出 那我們不要錄影了好不好 那我們當然是說沒有必要 但就是繼續錄影啊 所以我們並沒有同意檢察官停止錄影 所以檢察官又繼續說 他起訴書已經寫好了 一定要起訴 我們就想說到底是為什麼 結果檢察官說出 對 因為上面只是要起訴高鴻安 一定要起訴我們這些助理 我當下突然覺得 好 如果要這樣子 如果國家的司法已經變成這樣 不管我舉出多少證據 證明我是真的助理 我有加班的事實 你們都已經決定要起訴我們了 那我們 這些手無寸舔的小老百姓還能怎麼樣 結果看驗的結果 我拿到4月12號 我的影片就被切成兩段 第一段就停留在中午12點39分 第二段的開頭 就是12點55分 中間的16分鐘 就是檢察官說出 對 上面只是要起訴高鴻安 一定要起訴我們這些助理的16分鐘 你如果已經決定了 那我是不是就拼個安全牌 我就也跟大家一樣認罪緩刑就沒事 我當下真的在家裡掙扎了一個禮拜 我真的不斷思考 台灣是一個法治的國家嗎 台灣的法律有公平正義嗎 我也希望大家跟我一樣思考 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你們身上 你們會怎麼面對 怎麼選擇